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财经 我们关注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类讯息和资讯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闻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对原中国传播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胡文明做出逮捕决定 根据中兴社的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 胡文明1957年5月出生 今年63岁 是江苏扬州人 1978年3月入党 1975年11月参加工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 博士研究生学历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中船重工董事长党组书记等 履历是涵盖了海陆空三军装备建造企业 胡文明参与了中国自主研制的民用飞机新周六时生产和出口全过程 此外 他还参与了国产大飞机C919的前期论证 2017年4月26日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正式下水 胡文明作为国产航母研制总指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采访 他表示国产航母不仅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 其一级配套系统也全部是中国生产的 2020年的5月官方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审查调查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4日发布消息称 他被指纵容默许家属在私营企业挂名取仇 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 违规购买住房占用公车搞全色钱色交易 另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消息 青海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海西州委原书记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原书记 温国栋涉嫌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 对文国栋作出逮捕决定 公开资料显示文国栋生于1968年 青海西宁人 2020年7月文国栋任青海省副省长 海西州委书记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记 同年9月官方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 同样在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官方通报称文国栋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他被指靠煤吃煤 与不法私营企业业主 搞利益交换 充当非法采煤的保护伞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1月21日 天津市的高级人民法院 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赖小明受贿贪污重婚案 二审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死刑判决 赖小明受贿贪污重婚一案 天津市的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2021年1月5日 一审宣判认定赖小明受贿财务 折合人民币 共计17.88亿余元 贪污人民币2513万余元 赖小明有配偶 而与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 对赖小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出于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 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月18日 赖小明案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作为以暗促改的典型案例 进行剖析 名为严惩坚守自刀的金融内鬼 推动加强行业监管化解系统风险的文章 发布在官网首页 该文章表指出 赖小明暗示一起 触目惊心的金融领域腐败大案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社会危害极大 罪行极其严重 文章也首次介绍了金融化险受身 赐家AMC回归金融业主的情况 这也是继银保监会发生 更高层面的政府部门 在赖小明案一审判决后的总结起是 2021年的1月5日 原华融集团的董事长赖小明 因社会罪贪污罪等罪 金额打17.88亿元 含1.04亿元未遂的创下记录 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社会危害极大 罪行极其严重 一审被判死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 赖小明时期的华融经营偏离主则主业 彼时华融打折支持国家战略旗号 滥舍机构盲目发债 将募集资金投向国家政策 明确限制的房地产等行业领域 严重偏离公司主业发展需要 最终从不良资产处置者 抑化为不良资产的制造者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表示 赖小明滥用金融资源大搞钱权交易 擅长漂白贪腐手段 打折市场花的幌子 大肆利用制度漏洞 操纵实施腐败犯罪 大搞曲线利益 期权腐败导致监管难 雇正难 查处难 他通过在实际价格基础上 大幅度加价 中标华融公司项目 在华融入股其他公司的过程中 收取顾问费的方式 获同他人套取公款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台商赴大陆投资 在连续四年负增长之后 在2020年首度转正 也反映出在全球疫情之后 台资看好大陆市场 台资对大陆投资方面 去年核准建树为475件 年减22% 投资额则年增41.5% 达到59.648亿美元 投审会解读 增长幅度较大 是因为之前的基期相对较低所致 据统计台资对陆投资 于2016年至2019年连续四年负增长 2019年的金额更是创下10年最低 2020年是在连续四年负增长之后 首度转正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 经济研究室的主任 无疑指出 台商投资大陆呈现稳定回温的态势 主要是因为在全球疫情之下 大陆经营环境较为稳定 一后提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突出发展新基建和发掘内需市场 使台商敢于投资 去年台商在陆投资前五大地区 分别为江苏福建 上海浙江以及广东 夏美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李飞指出 台企工厂虽然有向越南等人力成本 较低国家转移的现象 但电子产业规模庞大 东南亚国家尚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 不易吸引台商前往投资 陆资对台投资方面 去年核准件数为90件 年减37% 投资额1亿2631万美元 年增29.9% 自2018年以来由附转正 12月单月核转五件 年减38% 投资额为233万美元 年减19% 总计自2009年6月30日开放 陆资对台投资以来 累计投资件数为1461件 投资额24亿1128万美元 投审会同时也发布了 桥外赴台投资全年统计 桥外资去年全年总额 仅减18.3% 金额为近十年来的第四高 优于预期 投资件数为3418件 年减17% 投资额91亿4433万美元 年减18.3%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近几年来 每年冬天 加拿大额这个服装品牌旗下的羽绒服 卖断货的新闻都不是新鲜事 有很多媒体刊文 表示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街头 穿着加拿大额的各色路人随处可见 很多人就不解 万元人民币一件的羽绒服 为何会在北京上海烂打街 记者走访发现 加拿大额既可营销是事实 在北京 三家专卖店均一货难求 但更重要的是市场上假货横行 销售链甚至延伸流出了 广深货和江浙货的评价体系 有的店员甚至直言现在看到的满街大额服装 又90%以上都是假的 几天前加拿大额卖断货的新闻又上了微博热搜 有媒体报道 上海加拿大额门店人满为患 向购物排队需一至三个小时 即便如此也一货难求 时常会空手而归 空前的购物盛况在北京也同步上演 有记者走访了三家加拿大额在北京的专卖店 发现可选款式极少剩余的款式也尺码不全 不少人不理解 售价近万元人民币的羽绒服为何会卖这么贵 实际上加拿大额在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平民的品牌 甚至于奢侈二字毫不沾边 成立于1957年的加拿大额 原名是雪鹅 初期只是一家为加拿大安大略省警察制作巡查员羊毛马甲 羽衣和雪地服的平民厂家 雪鹅是最早定位便是相对专业的以预含为目的的工装 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家制作各类制服保安服的OEM厂商 当时的雪鹅还很平价 甚至很长时间内它都没有一家自己的门店 走的都是经销商的渠道 但在过去的19年 加拿大额逐步被运作成了一个高端品牌 首先 加拿大额从原来的雪鹅的这个名字改掉 变成了更时髦的加拿大额这个名字 并更换了极地的商标 其次更名之后的加拿大额强调极地预含能力 最后加拿大额一改此前的风格 主打深色和黑色 设计也更加简约时尚 并且增加了女款 改完设计之后 加拿大额开始把自己像一个奢侈品牌一样运作 虽然不像奢侈品生产限量款 但是产能一向不足 上述三步走之后 加拿大额难买极地预含的印象深入人心 再加上百分之百加拿大制造的噱头 大量消费者趋之若乌 排队两小时也愿意等 但在加拿大额中国的官方旗舰店 销量排名最高的两款大一 售价分别为9100元和8600元 即便是通过代购购买 加拿大额的售价也在6500至8000元人民币不等 但在上海北京这样城市的街头 仍然虽处可见身着加拿大额的行人 实际上加拿大额官方销量并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截至2020年9月末的上半财年 加拿大额的亚洲市场收入同比下降了23.58% 约合人民币为2.6亿元 同比减少8152万元人民币 据中新网报道 一些原本加拿大额的代购商 近几年来也开始卖假的加拿大额 甚至有代购学称 自己假额的销量是真额的三至四倍 有代购解释 逻辑很简单 海外代购加拿大额跟国内的差价也就1000至2000元人民币 代购竞争也很激烈 去掉运费 每件也只赚几百块人民币 假额就不一样了 根据不同的产地质量净货价 350 500 600元人民币不等 有的厂家低到普通人 无法想象 转手就卖两三千 真额就不一样了 中国代购几乎是把门店掏空 像是飞行员夹克这样的款式 常常要去好几个店才能抢到 也就赚几百 消费者只需五分之一的钱 也就可以站在潮流的前线 这也促使了加拿大额的假货产业分外蓬勃 有相关业者向记者介绍 加拿大额的假货也分等级 据了解 假额也分江浙工厂货和广深东莞货 东莞深圳等地的加拿大额填充的压绒质量好 有的能达到97成 99成相像 但归根结底一句话 很多人穿大额也只是穿个商标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前一日 由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 由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联控联防机制 综合组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制定的东春季农村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根据上述方案 返乡人员需持有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的结果 此外外出务工者返乡之后 还需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 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东吴证券在研报中举例称 按照国家的要求 若一名上海务工人员要返回河南农村地区过年 并在春节后返户 需要进行4次核酸检测 花安证券认为 该政策对于新冠核酸检测 实际生产企业 以及提供新冠检测服务的第三方实验室来说 就意味着市场重要机遇 春节临近 返乡政策备受社会关注 国家卫健委深夜回应公众的关切 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花安证券预测 春运期间总体核酸检测需求量为 6亿次至12亿次 核酸检测产品的总规模为 150亿元至300亿元人民币 核酸检测服务的规模 约为600亿元至1200亿元人民币 上述预测参考北上广等几个典型地区的公立 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的检测服务价格 并结合采集提取试剂和检测试剂的中标价格 通过对返乡人数和检测人数的估算得出 Win的数据显示 当日新冠肺炎检测概念板块的涨幅为5.1% 日经流入资金合计为13.92亿元 多个概念各股易货主力加仓 例如安达基因 华大基因主力净流入 分别为4.75亿元和4.1亿元 经济医学滴安诊断 开补生物当日主力净流入 分别为1.42亿元 2亿元和1.3亿元 前述工作方案亦提到实行 相采样现检测 乡镇卫生院负责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和送检 不具备条件的 则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安排机构收集样本和送检 县医院疾控中心或第三方检测机构 负责核酸检测 服务能否满足春运期间激增的需求 如何与乡村地区的需求衔接 对核酸检测机构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感谢收看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